哈喽,大家好,我是米歇沃克斯 请在开始 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先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因为接下来和日后呢,要讲解的产品呢,非常的重头 也是很多人想知道,但是却接触不到的 在我手中呢,是iPhone X 这款手机呢,是我当时在发售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抢的 说实话也是买了黄牛架 一点都不便宜 每次苹果手机一发布的时候,总会调侃说 OK,是时候卖肾了,也就是说用一个肾呢,换一部手机 可想而知,这款手机的价格呢,总是居高不下 虽然说现在的国产手机的这个价格也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跟苹果相比呢,依旧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在当时或者现在呢,或者未来 买一部iPhone手机,依旧非常的贵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款产品呢 如果要跟iPhone比起来的话 iPhone就是个屁 在2017年呢,苹果公司突然间发布了一款重量级的产品 因为很多人说,那个黑色垃圾桶为什么不更新了 我们等了很久,我们需要在这个专业视频上 或者专业工作领域上需要一台更新的这个下一代的产品 可是它一直就没有出现 原来苹果琢磨了这个东西 终于在2017年推出了iMac Pro iMac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款纯编辑视频的这个机器 我非常的钟爱 后来呢,因为工作原因 我用了这个MacBook Pro 因为比较方便 但是性能损失了一些 今天终于等待了这个机会 给大家拆封一个iMac Pro 巨龟版 等待这款产品相当的不容易 OK OK,先不要拿出来 接下来呢,在我面前就是iMac Pro 刚刚寄过的 这也算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 可以第一时间拿到的 因为它是发售的第一天 我们就定的 很大的一个iMac Pro的字幕 大家看看这效果 这边是 这桌子我怀疑它放不住 因为太重了 OK,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这样 OK,在我面前呢 就是iMac Pro 黑色版 大家看一下 这是也是史上 这个苹果电脑 在这个台式机上 第一次推出这个黑色款 整个是机身的黑色的 除了这个之前的太空灰的这个垃圾桶 这是手上第一款 黑色iMac 接下来直接拆封 这款产品呢 说实话 是可以买很多iPhone 但是我这次配的这个呢 大概能买7个iPhone 10 OK 哇哦 这个包装 这个质感 已经体现出这个产品的价值了 从上面打开呢 是一个新的苹果键盘 嘿嘿 哇 感受一下 里面还是送了一个新的竖标 这个样子 好,接下来我要拆出来 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一旦摔坏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电源线在这边 OK 拿出来了 先放这 先安全一点 好了 没其他东西了 天哪 这个箱子至少有 有十斤这么重 重头锡在这里 哇 好 我们先看看庐山镇面目 因为我特别期待 这是一款 号称性能级的怪兽 各位观众准备好了吗 3 2 1 看看这个质感 静电 我的天 在这个机身后呢 在这个苹果的后面的标志上 还贴了一个保护膜 看看苹果对它的这个 logo的保护的这个姿态就知道 这就是象征 品牌的象征 真正意义上的高端 然后简单看一下后面啊 在我们体验视频之前 先看一看后面 跟以往不太相同 它除了有4个USB3.0 或者说3.1之外呢 有4个雷电3的结构 4个 跟我们这个MacBook Pro一样 这边还有这个仪态网 当然还有高速读画器 还有耳机的接孔 我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一旦在这上面有任何一点划痕的话 我觉得心里会很痛 因为毕竟这是史上苹果推出的最贵的电脑系列之一 要非常的小心 OK 太帅了 然后这盒子里呢 一根黑色的电源线 我觉得这次苹果真的是一黑了到底了 因为很多人说呢 黑色显得专业 所以苹果说OK 我让你专业的很彻底 从键盘 鼠标 甚至电源线都是黑色的 漂亮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他们那个键盘跟鼠标拆开 因为这次的键盘跟鼠标做工呢 也是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 是纯黑色的 也是史上苹果第一次 哇 看看这个鼠标 这是我们的iMac Pro标配的黑色专业的Magic Mouse 很特别的样子 键盘也是史上第一次 黑色 深空灰 到底是深空黑还是深空黑 哇 看看 整体摸上的感觉特别的舒服 好 接下来 我们开机看一下 OK 现在呢 我已经把电脑放在了我工作用的这个台面上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开机 现在有点疑问就是 键盘跟鼠标如何去配对呢 我也不太了解 插上电 OK 进上电之后呢 应该在机身的这一边 它有一个开关键 这个大家都知道 按一下开机 iMac Pro第一次开机 在这里呢跟大家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第一次的设置 还有鼠标键盘的连接 然后看看跟以往的iMac 普通版有什么不同 OK 这边 鼠标这边还没有开 先把它搬开 搬开之后呢 上面呈现一个绿色 然后 但是呢 鼠标可以看到还是不能用 此时呢 系统提示你打开这个鼠标 然后键盘上也是有一个开关键 然后把这个打开 好 键盘鼠标同时都打开了 OK 鼠标是可以连接上了已经 键盘也打开了 然后点下一步 选择语言 在这边看啊 语言我们就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点下一步 若要配对蓝牙键盘请打开 呃 我其实已经打开了 我要再打开一次 OK 我再打开一次好了 他说只要打开之后呢 大概就是打开之后呢 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没错 打开之后呢 电脑已经开始自动连接了 所以苹果所有的系统呢 无论是台式机啊 还是它的软件方面 都是可以非常简单的使用的 没必要就是 通过一些非常复杂的操作呢 让客户和用户呢 感受到头疼 现在呢开始选择国家 我在这里选择美国 然后输入方式呢 我选择这个简体拼音 苹果呢 在很多细节上做特别棒 比如说在这个选择您的键盘的时候 它默认的是简体拼音 它因为已经知道 很多人现在用的方式呢 就是简体拼音 所以它根据大多数的用户 选择一个默认值 真的是为我们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点击继续 大家可以看到 在摇动鼠标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 也是后来在更新系统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鼠标去哪呢 因为它苹果鼠标 因为它是5K的显示 所以看来鼠标真的有时候 着不着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接下来呢 直接连接这个 WiFi 好 输入完WiFi密码之后 马上连接 看看这连接速度 平时呢 我设置其他软件的时候都比较慢 好像也不是特别快哦 传输信息到这台Mac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从PC啊 或者从Mac上直接备份 把我们之前所有的电脑上的一些数据啊 传输过来 但是现在呢 我想让它变成一台新的 我想重新开始使用这台超级巨无把 点击继续 然后登录苹果ID 然后同意 全部都同意 然后这时候创建电脑账户 这边我就选昆王昆王等等 好 接下来是iCloud的这个账户设置 一般来说呢 不用你管什么 直接继续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的iCloud上面有很多很多数据 所以它在设置账户的时候呢 稍微会有一点点慢 也是根据不同的网络 根据不同的用户信息 这时间是不一定的 但是这种等待呢 会让人觉得 啊 这个电脑性能是不是很一般 这个性能方面啊 下次就知道 这一次只是走马观花 在这边呢 有一个有三种新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是关于Siri 一个是地图 还有一个是云 云不允许这个把这数据呢 给苹果用的 一般来说都默认好 点继续 好 iCloud中的所有文件 我们点击继续 我觉得所有的设置呢 一般来讲 直接点继续就可以了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 所有人做的事情 因为苹果呢 已经把最好的第一选择交给了你 哇 这就是iMac Pro的初始画面 哇 一瞬间看上去 真的很漂亮的感觉 哇 我们简单操作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上网 点击浏览器 然后输入 然后点击YouTube 能不能连上 没问题上去 然后随便输入一个我的频道 大家每次记得搜索我频道 上YouTube之后 Mickey 然后W 好了 进入到我的频道之后 可以看到通过鼠标呢 非常方便的使用 然后可以这样 这Magic Mouse 一般都是通过这样的操作 非常棒 非常棒 哇 这个屏幕实在太惊艳了 我无法形容 真的太棒了 究竟有多好呢 大家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后续呢 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视频体验 非常详细的 包括任何优点缺点 值不值得这个钱 嗯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然后还有具体的性能表现 因为我平时用MacBook Pro很多 所以我想做个对比 究竟哪一个是性能王者 下期见 拜拜